这俩人刚一见面 王大姐倒是对马大哥的印象不错 只是马大哥对王大姐家没装修的房子 有点想法了 看出来了马大哥的在意 红娘就赶紧让王大姐解释一下原因 我老公从2001年 从来回前 没回前的时候就有病 10年 50就没了 那有的早就那啥呢 那会儿他如果生病是不能干活 然后家里边孩子还挺大的 全哥大姐一会儿 在食堂打工 这些年一直都为家里边住 你看这房子这样就没装修 大姐一会儿在这住 那也不行这装修也不行 你看大姐这个生活 就是我跟你讲大姐生活 挺普通的 对他他能看出来的 你看这不是女的乱造的 这你看这家 谁没啥带啥 这是普世 是真男气包60 对啊 你看他知道吧 你看人家真他 一会儿早就换了 拿着这些局势 不是那钱才不行 现在今天才该好 连王大姐自己说 再加上红娘解释 马大哥也明白了 王大姐房子没装修的原因了 而一开始就有点相中了 马大哥的王大姐呀 也主动开始出击 问起了马大哥的情况 那你老伴你俩是怎么离异的 我俩有点事 那时候不好干活 好啊 我啊 那时候就拉就分手了 那你俩是多么离异 多么离异的 离婚的 离婚的 那是零四年 零四年 零四年 那你媳妇现在找不着 这个前妻 没找没找没找 他也没找 没找 那比如说要是 儿子要是穿和你俩在复婚 要是那意思 有那复婚的意思 不能 这过去走完之后 自己要去翻回去 啊 翻回去 去翻回去 我这儿办事 就是比较习惯他 那行 问完了马大哥的婚姻状况 这王大姐心里有数了 又开始问起了 马大哥的子女情况 那你儿子结不结婚呢 我说没结婚 那你儿子有房子是不是 我家还少有了 对啊 那你儿子干不干事什么呢 不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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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济上呢 比如说你儿子超不上要钱是吗 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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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结婚呢 比如说超外来 你还得张呢 不用了 扎得一会儿好了 一会儿 不用管 不用管 我家还比较有秀 扎公管呢 你还有人干 那行 我儿子不敢自我 我儿子乐让我找 你找个开心一点就行 成了你活这么累 是 这样找个人 想要互相照照 对啊 就去找个互相有个伴 对 子女都不需要他们操心了 也不干涉他们找老伴的事 听到马大哥附和着 自己也想晚年有个人陪伴时 王大姐就直接问起了自己 最关心的经济问题 比如说咱俩都到一起了 生活 你要不要我的工资是什么呢 不要 因为工资啊 我有 不要 不要 那我还给你买的啥 是啊 这小伙伴 没给人买的啥 不正常 是啊 只有女人有东西 咱全要带上 除了电话 苹果咱买 再买那个梨的 不是买梨的 只是买最好的 对了 妈 你可别买最好 我还不会使唤你 是啊 喜欢的是啥呀 对啊 你如果买的时候 我还不会使唤你 这卖一件十个小 十个小可能都没有 这太古董了 这也是我这手机 还是多年 这玩意早些买 这多年 这手机有年头十个年 这挺成的 这天天干得挺成吧 对啊 妈妈说不 要是行 还挺有颜色点 谁都塌了 我就不知道 她的内心 男同志跟女同志 想法还不一样 经济方面的问题 让王大姐 对马大哥的好感度大增啊 王大姐说 自己就是直接 啥都挑干的了 反正啊 他觉得马大哥这人不错 想跟马大哥处处 那马大哥这头 是啥想法呢 好像是这样啊 我也没太想碰你 所以咱俩就 也别走到一起 行啊 也是对不起 哪里没事 全都没事 主要人是找人 但是你第一次 确实没用什么 你想找漂亮 你确实跟我说 我就不说 我就不说 你就细心男人 能不找漂亮的那样 有个人他说就想找石石 大家不懂吗 那也不是 他当了就是不行 开大石 我没想到 这说信我 一样没想到 真的 你想要的话就得找啥呢 找啥是信仰的 走出那份 是不是 总秀琴 62岁 退休金2000多元 离异 借住在朋友家 不是你啊 不到5点就给你来微信 你干啥呢 你上街了 你起没起来 跟谁在一起呢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这一天打20个电话 谁受得了啊 你这一天就是跟你 打电话微信没你 你跟谁出朋友 能不能出 你今天见个面 可能那个大哥也是 就是太相中意了 太希望你能够 快速你俩在一起 就是跟我一会儿说 那个我有两个朋友 就是蛮那个 就是嫌疑 我说不行啊 你嫌疑我我受不了了 你这磨了就受不了了 董大姐说 当初觉得这李大哥 条件啥的都挺不错 挺合适自己的 怎奈相处几天后 发现李大哥太粘人了 可能也是李大哥 太在乎董大姐了吧 但董大姐说了 她实在是不喜欢 李大哥这种性格 所以就跟李大哥 结束了交往 听红娘描述了 马大哥的条件 董大姐挺心动的 想见见马大哥 大姐我看你今天 这个装束 挺那个亮丽啊 这个是抹了指甲羊啊 抹了这后一天了 我自己在那下目 我还穿了个红色的 看那小头发 这小墨镜 挺亮丽啊今天 就说亮丽我总是这样 该咋说 夏天我总是这样 懂这么漂亮 漂亮啥老太的 红衣服 红头发 红指甲油 这边爱漂亮的董大姐 有种势在必得的架势 那边听了董大姐的 基本条件 马大哥也想见见董大姐 这院里全是工作房 这一层 这个全是工作房 是吧 你对这熟吗 咋不熟呢 我们这里还可以上班了 是吗 你都认识吗 要不说我看着眼 是不能认识的 真假呀 你看我这刚总来 刚到马大哥家楼下 这董大姐就说 总上这个小区来 有可能认识 即将又见面的马大哥 那他们两个 会是老熟人吗